也欢迎双方当事人甘女士和汤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离婚 在离婚这个事情上 你的态度是坚决的还是可能 坚决的 汤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还想接他回去 接他回去 你们已经分开了 已经分开了大概有三四个月了 这么长时间了 不止 有五六个月吧 这几个月来汤先生又试过努力接他回去吗 这几个月我在兰州那边 我九号坐飞机才九号才不来 有联系吗 联系不上他 他把我的电话锁的还没能安息 就亚本不跟你联系了 是 后来用科科打了电话 科科打了两百多个电话 他都没接过 你看他刚才的态度是很坚决 关于离婚这个问题 反正我尽量满着他的要求 看他怎么样 能回头的最好 今天是半年以来 汤先生第一次见到妻子 汤先生没想到 等了半年 妻子给他的会是这样一个答案 汤先生说 在妻子离开的日子里 他也没有忘记挣钱 故此辛劳地分拨在全国各地 他总想有一天 妻子还会回到他的身边 挣了钱就可以让妻子过上好的生活 现在看来 这似乎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设想